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赴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施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是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赴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 剩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 从大房子里逃出去了 让我们再次阅读第十五节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魔知道耶稣是谁 他看到了他的权威 他看到了耶稣的勇敢 也确实看到了上帝在耶稣身上的大能 有趣的是 恶魔也知道保罗是谁 恶魔也看到了保罗身上的膏油 见证了上帝与保罗同在 并一起行动 导致了那些非凡的奇迹发生 但现在 突然之间出现了是基瓦的七个儿子 他们看到了耶稣所做的 他们看到了保罗做的事 他们看到了上帝通过保罗所行的奇迹 他们都看到了 而且他们也想要这么做 也要参与行动 在我继续之前 我要告诉你 你永远不要 绝对不要羡慕或嫉妒别人的恩赐 不要看到别人领受的恩膏 而希望那是你的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们为了这个恩膏 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你不知道 他们祷告了多少小时 寻求主的面 你不知道 他们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 而不得不放弃和牺牲什么 但这是基瓦的七个儿子 他们不知道 被高抹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不知道 为了让你能够驱赶魔鬼 你与主的关系 必须比你口头的话更深 你和主的关系 必须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对主的爱与热情 必须展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这七个人试图 效法高抹来赶鬼 他们试图模仿他们 在保罗身上看到的上帝的力量 来斥责恶魔 第十六节说 恶鬼所付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剩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恶魔一眼就看穿了 这七个人都是空谈 没有实质内容 恶魔看穿了这些表现出来的动作 这些人不是见他们所宣讲的 他们没有言行一致 这些人没有权柄 他们的周围没有火篱笆 他们没有认真地祷告生活 魔鬼在嘲讽地说着 这些家伙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他们不冷不热 他们不会为了主 而走出自己的舒服区或方便区 他们可以随时攻击他们 当我第一次阅读这个经文时 实在令我难以置信 我阅读到圣经说 邪灵跳到他们身上 制服了他们 殴打他们 使他们赤身露体 流血受伤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教训 也是一个警惕 魔鬼可以看出 你是否真正与上帝相连 或者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魔鬼可以看到 你生命中的恩高 是否真实的来自上帝 或是模仿的 他们可以看得出 你是否是个被圣灵充满的 属神的男人或女人 或者你是一个假冒的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决定 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高 恩赐和能力取决于我们 请容许我再问一次 当魔鬼看着你的时候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的是一个 与耶稣基督 有亲密关系的基督徒 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 还是一个真的对上帝的事物 充满了爱和热情的信徒呢 你投入了多少努力和时间 来发展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呢 所有这些在灵域的世界里 一目了然 因此我们要确保 你过着实质的生活 而不是某种形式的 假基督教生活 耶稣基督的名字 可以把你从那个 压迫的坑中抬起来 上帝的子民 我希望今天赋予你们力量 我想帮助你们充电 并指明前进的方向 使你可以驱逐你生活中 和周围的所有邪恶和阴险的灵 我鼓励你不要成为受害者 而要成为得胜者 不要落入魔鬼的欺骗陷阱 而要拥抱在耶稣里的自由和权柄 我想让你知道 奉耶稣的名 能够切断所有捆绑你的锁链 奉耶稣的名能获得自由 奉耶稣的名能得到解脱 奉耶稣的名将解开所有捆绑你的锁链 那束缚了你很久的锁链 让我们相信 每一个邪恶和污秽的灵 无论是在你生活中的 还是试图进入你生活的 都没有机会造成任何的破坏或干扰 如果是拖延的灵 奉耶稣的名拒绝它 驱赶它 如果是混乱的灵 奉耶稣的名拒绝它 奉耶稣的名释放它 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让我们混乱的上帝 所有他的存在就在奉他的名里 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如果你能够把耶稣的名字放在你的心上 如果你能够让他的名字 坐在你思维的宝座上 很多事情都将开始发生 很多事情将发生变化和突破 那个有权柄对你生活中的风暴 叫停止的人 他在水上行走 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那些上瘾的人将或自由 痛苦的人会康复 缺乏的必在他里面得着风声 这一生 你不会遇到第二个这么说的人 耶稣说 烦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如果你还没有遇见他 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不要再浪费一天了 邀请他进入你的生活 进入你的内心 今天就这么做 如果你已经是耶稣的跟随者 你要和那至高无上的 建立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对门徒颁布大使命之前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28章18节 主耶稣是满有权柄的主 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权柄 我们必定能对主俯伏敬拜 屈膝赞美 腓利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当魔鬼看着你时 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你是一个属灵强者 你有赶鬼的权柄 他们不是你的对手 你清楚知道 你相信的耶稣 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滚开吧 魔鬼 现在 我们正处于超自然现象的战争中 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战争 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战争 是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终结 不是到你疲惫或精疲力尽了就停止 这场超自然的战争将拼到最后 因为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斗争 我们用上帝的力量 使徒保罗发出了这场战斗的呐喊 我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这是命令 这不是请求 它是为了你我的利益 你将会以主的力量 以他的全能力量刚强起来 他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他在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他叫我们放下所有的尘世武器 他说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他说 在竭尽全力之后 你还能站立得住 在这段话中 使徒保罗第一次 至少是公开的第一次 引入了属灵征战的概念 保罗说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 他要我们忍受苦难 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 为了信念打那美好的战 圣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为了这个原因 基督来到世上 要摧毁魔鬼的工作 经文告诉我们 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 基督将亲自解除那些灵界执政者 和掌权者的权势 把他们当作俘虏 公开示众 我再要说的是 你不能只相信救赎的恩典 而不相信十字架的目的 十字架的目的是 摧毁一个非常真实的恶魔 而魔鬼的目标是要毁了你 使徒保罗说 你有一个敌人 他非常非常真实 敌人指望你会忘记 他存在的事实 在这世界有恶魔的力量 试图欺骗 分裂和摧毁 而他所做的工作 确实非常成功 在你的生活中 永远不要妄想撒旦 会让你有一个人清静 不受干扰的时刻 事实是 圣经告诉你有一个真神 同一本圣经也告诉你 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恶魔 和他的军兵 他们高度有组织 他们万众一心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完全残酷无情地 把你摧毁 那些恶魔的力量 会攻击你的心智 你的身体 你的婚姻 你的财务状况 他们会攻击你的孩子 你的人际关系 甚至攻击你的教会 有时候那不是你配偶的问题 不是你老板的问题 有一个敌人在那里搅局 他甚至不是你自己 个人的问题 或内在的困惑 有一个敌人活着 为了扰乱 挑起分歧和纷争 他努力引起极度和羡慕 使你我心灵不得安宁 保罗要让你知道 你的敌人是多么的有战略性 他说 敌人正在策划阴谋要攻击你 撒旨攻击你 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 他讨厌属于上帝的东西 撒旦攻击你 因为你是世界的光 而他却是黑暗之子 撒旦攻击你 因为你相信真理 而他是谎言之父 撒旦攻击你 因为你是十字架的精兵 你是受高者 你有神的话 你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覆盖 你可以拿着神的真理之剑 攻击地狱的城门 撒旦攻击你 因为你对他构成了威胁 因此你不要再犹豫 你只能有一次生存的机会 那就是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全面反击 以上帝的话语 带着十字架的鞋 以及耶稣知名的权柄 把恶魔战士赶进地狱的后下 通过基督 胜利是我们的 上帝已经赐给你权柄 使你可以在此生中 取得胜利即获得和平 保罗说 他要给我们一些有效的武器 传统上人们认为有六件装备 但实际上是有七件装备 让我简单地告诉你是什么 他说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工艺当作护心镜遮胸 他说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腾台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真理的腰带 公义的护心镜 平安福音的鞋 信德的腾台 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 许多人认为这些就足够了 但是保罗说 虽然这六件事很重要 但你需要再加多一件 你必须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必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因此 如果你想在婚姻中取得胜利 你必须确保 你是一个祷告的男人或女人 如果你想要你那少年 高中过上大学的孩子 取得胜利 你必须确保成为一个 不间断祷告的父亲或母亲 如果你说 你要过着得胜丰盛的生活 然而你却不祈祷 那我无法相信你说的 因为祈祷是我们生活丰盛的方法 我们需要意识到 有一个属灵的境遇 实际上比我所处在的境界 更真实 更重要 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以忽略了它 但它确实就存在于那里 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中 我们是上帝的精兵 而耶稣是所有队长的首领 他给了我们他的名字 他给了我们他的话语 他给了我们他的血 他给了我们赢得战争的条件与武器 当我终于开始学习时 我也终于明白 魔鬼是大部分问题的幕后黑手 虽然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引起的 但魔鬼在背后控制着大多数的事情 我们掌握了权柄 上帝给了我们武器 他也给了我们全副军装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武器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穿上全副军装 鼠灵的征战属于鼠灵的人 有多少人和敌人展开了鼠灵的征战呢 你是否准备好了 学习如何与敌人战斗并赢得战争呢 靠着上帝的力量去做 在上帝的力量里刚强 请你跟着我说 我靠着上帝的力量去做 在上帝的力量里刚强 这是上帝的征战 不是你的 这是上帝的胜利 不是你的 这是上帝的荣耀 不是你的 这是上帝的国度 不是你的 这是上帝的力量 不是你的 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为了胜利而战斗 继续战斗 直到胜利 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的 记住 你永远不能 也不会耗尽他的资源 你永远无法耗尽他的资源 因为他能做得超越你所能想象的 你可以看到上帝强大的力量 他绝对不会筋疲力尽 他为你预备了更多的力量 从第一天开始直到现在 依然如此 他可以打败你面前的巨人 他可以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他可以从天上降下玛鸽 他可以让舌头像火焰一样 他可以在伽利略的海上行走 他可以把你从即将摧毁你的危难中拯救你 当你厌倦时 他可以让你像以利亚一样 在战车前奔跑40英里 当你软弱时 他可以给你力量 他可以传递给你无穷的力量 你绝对不会耗尽上帝的力量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帝 他充满恩典和真理 他是死亡和地狱的征服者 他是疾病的征服者 他是执政的和掌权的征服者 他是伽利略的征服者 他是犹大的狮子 他是荣耀的主 他将要来临 带着力量和巨大的荣耀来临 这是关于每一个人永恒灵魂的事 关于你的儿子和女儿 关于民族的未来 因此 是时候那些呼唤主名的 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并挺身而出 这是一场战斗到底的征战 我打算在全能的上帝的帮助下 取得胜利 请你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站在我身边 我们接受父神圣洁的话语 并肩作战 为信心打美好的仗 我们奋力抵抗魔鬼 他会落荒而逃 那些呼叫主名的人 不要让撒旦和他的恶魔战士们 破坏你的婚姻 破坏你的前途 破坏你的人生 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并反击他们 不要让他们攻击你的健康 圣经以赛亚书53章5节说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不要让敌人攻击你的财物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 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 胆胆动你的 万军之耶和华会 让他们赔还七倍 停止允许魔鬼夺走你的和平 因为耶稣基督是和平之王 停止让撒旦偷窃你的喜乐 因为在主里面 你有丰盛的喜乐 这些是你所要的吗 如果是 那么战斗吧 穿上神的全副军装 战斗吧